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还蛮感谢 那时候的经历 对 因为我觉得那些都是养分 然后才有今天的我 因为其实我觉得那时候我真的很小 那时候也才17岁 然后我就进入了演艺圈 然后参加超强一期练习车这个比赛 那后来你所谓的以前 在团体里面可能比较突兀的声音 你现在后来自己怎么看待自己Vocal 找非常多厉害的老师 像我其实唱歌老师 他也是酒令演唱会御用的合音老师 然后就是也找他像 基本功先扎好 然后开始慢慢的找到自己的 声音的定位 Apple Pie 就怕时间太愉快 烫的口感像他流的汗 Apple Pie 没穿过该不该说爱 期待又怕伤害 大家好我是Z-Way夏紫薇 如果你喜欢这集节目 欢迎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音乐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乐融 今天访问是新人夏紫薇 哈啰大家好我是夏紫薇 嗨子薇好 虽然说是新人 不过好像以前也出道过 对不对 没错 那时候是团体 那时候是团体 然后就是老妖的角色 所以 当任的位置是一个Rap 就没有要顾及那么多的角色 那是Rap 对那时候就是Rap 可是你是被选进去才训练成Rapper 还是你本来就是以Rap 好像也没有特别的去定位 就是去公司 然后就是练唱歌就练唱歌 就是该有的训练还是有的 你例如说唱的条件也都有 都有 只是后来被分到主要是这个角色 对 因为那时候可能唱歌还没有那么厉害 对 然后Rap很厉害 Rap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 所以那时候做了多久 女团至少有四年 四年差不多 四五年 有收获吗 有啊收获很大 其实我还蛮感谢 那时候的经历 对 因为我觉得那些都是养分 然后才有今天的我 因为其实我觉得那时候我真的很小 那时候也才17岁 然后我就进入了演艺圈 然后参加超强一起练习生这个比赛 其实我们是选秀节目出来的 然后我们四个女生都是前四名 所以成团出道 然后就那时候就是很懵懂吧 然后什么都不太懂 然后公司也教了你很多 像讲话 就是可能上通告都不知道我要应对什么 然后还有一些自己的仪态 以前可能不觉得说 好像要拍漂亮亮出门什么之类的 然后公司 女生不是都很自觉吗 还是并没有那么 但以前可能就没有想那么多 就觉得说我只是去家里楼下 应该还好吧 那公司的人 对或者是你衣服皺皺的 或是你鞋子脏脏的 也还好 他们就会看得很仔细就说 其实鞋子脏了就要记得擦干净 衣服皺了 记得要烫 不可以这样穿出门 对 所以就反正一旦当了艺人 突然就被品头论足的很厉害 对然后 然后特别一点就是还要减肥 我看你很瘦啊 但之前就是还是有一点 就是杭林杭林的 你说你当年的时候 对就是照片是非常明显的 而且那时候比赛的脸也是非常的圆 圆 圆 真的就是圆 成为胶原蛋白啦 可以吗 对就是很圆 然后那时候就也不觉得自己是胖的 然后但是公司的人就说 你就是胖的 而且会背其他三个底吗 会不会 对因为他们脸都很小 然后我就是年纪最小的 我就是一胖就先胖脸 然后或者是一种就先肿脸 是 就是我就觉得我比较吃亏 但是就想好啊就努力一点 但是那时候真的减肥减到有点 病态 就是有点生病了 然后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 因为是整个状态都是不好的 是是是 然后后来才发现说 原来就是你刻意减肥 或者是你压力太大 或者是你心情不好 这个都会影响到 所以进来这个圈子也一小阵子了 是 这中间有想过放弃吗 有啊就是 还是有低潮期的时候 就是觉得 是还在女团的时候 还是后来离开的这个阶段 其实在女团的时候 就有一点不太知道自己的定位 因为虽然说我喜欢唱歌跳舞 但是我还是会想要唱歌 但是那时候定位是rap的部分 就比较没有机会唱 对然后可能分到的部分就是一两句 但不是说一定要唱很多 只是我会想要每一次有更多的表演机会 然后可以表现到 然后让大家看到我的进步这样子 但可能以前可能会有局限 怕你的表现不好 然后你的不好的话 就不敢让你试 对不是加分的状态下 其实就是公司会比较保护这一块 然后就慢慢对自己唱歌 也比较没有自信 不太敢开口 然后另外一个也是因为 会觉得那我自己的声音适合唱歌吗 因为就在团体里面 我的声音可能是比较突兀的 就是比较甜 比较可爱 但他们的声音可能就是唱 情歌都很好听啊 然后就不会像我就比较同音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 可能就是要给大家一些平衡的点 就说那你要配合大家 然后就从那之后就是会觉得 否定自己 我觉得会有点乱掉就对了 就不知道到底我应该表现哪一块 对对对 才可以好好在这边立足 对对对 那可以单飞之后就一切都没有这个顾虑了 最后就只有 所有的成绩分 零分一百分都是你自己看啊 对现在就是自己出来才发现 欸自己一个人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因为你什么角色都要自己来cover 然后像唱歌跳舞 你自己的表演美丽 这些我觉得都很重要 然后观众其实他们都看在眼里 如果你一点点紧张 因为大家只看你 我像以前20的时候 可能你突然跳错 旁边的人可能还不会那么及时的注意到 而且镜头也不见得到你 对 所以就会就 对就不一定了 真的是不一定 可是现在就只要 除非他不看你 他如果点开你的影片看的时候 他就只看到你啊 是所以就会 就觉得其实真的有落差 然后该做的功课就是比以前还要多 因为现在我的身份就是 又是一间工作室 你还是老板 对工作室的 下老板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下总 CEO这样子 CEO 我现在CEO 是是是是 没有没有没有 但我还在学习啦 是是是是 然后我就觉得现在就是 多重身份 有时候就会有点错乱 那压力应该会更大吧 坦白讲 有时候是真的蛮大的 就是有时候你要把自己 只当一个艺人 可是有时候你要 另外一个眼睛来看这个艺人 对我真的有时候要以观众的视角来 像我有时候看一些花絮啊 或者是MV什么之类的 因为都要先 我都要看过 要过你这一关嘛 然后我说 O不OK才可以过关 然后每次看的时候 我就会说 嗯这个影片有一点无聊 如果我今天是观众的角度的话 我可能看30秒我都不会看了 那影片不是你在里面吗 是啊 所以我就也会 但是你依然觉得有问题 对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看 我都觉得无聊了 那更何况是 就是观众呢 嗯 就我常常要跳脱很多的 是是是 角色去看这个东西 可是紫薇 很多人又说艺人多多少少 要有一个比例的自恋 对不对 嗯 就好像总觉得 这样就很好 那样就很好了 那这中间怎么拿捏 还是你有很好的一些 旁边的军师也会适时的告诉你 可是我好像就是那一种 我真的觉得好了 我才会自恋 哦 也不是一开始就盲目的自恋 对我不会觉得 哦我很漂亮没关系 那我不管内容 我觉得表面的东西其实 大家其实基本上都可以 把自己包装的很好 是啊 但是我希望的是有 现在能修则修 对 所以我希望我的专辑 是有内容的 是 嗯 所以不管是外在的视觉的呈现 或者是听觉上都要有所 对 要突破了 嗯 那后来你所谓的以前在团体里面 可能比较突兀的声音 你现在后来自己怎么看待自己 Vocal这一款 找非常多厉害的老师 像我其实唱歌老师 他也是酒令演唱会御用的合音老师 哦 然后就是也找他像 像基本贡献扎好 然后开始慢慢的找到自己的 声音的定位 你走的路线 我吗 我现在的声音还是偏同音 但是要我唱慢歌也是OK 但是可能就是要找到我的低频 因为那时候去录音室的时候 是Key低还是只是一种 嗯 应该是说一个 你怎么讲 一个频率 一个频率 像有时候唱歌的时候 你可能就要用胸腔 往下走 所以有时候高音的时候 要往上走 因为你讲话声音是比较亮的 对 你讲话声音是比较 嗯 嗯 那我们要来示范一下好了 我们直接挑 这是迷你专辑里面的歌好了 好 有抒情一点的吗 抒情一点的 有 Apple Pie 嗯 还是我唱Apple Pie吗 我现在就唱Apple Pie 我们唱一小段好了 Apple Pie 就怕时间太愉快 烫的口感像他流的汗 Apple Pie 没穿过该不该说爱 期待又怕伤害 怎么开口 表达着激动 又想退后 怕心跳失控 还没唱 怎么切断 最甜的Apple Pie 好 这个声音我觉得是OK的啊 真的吗 既不会太稚嫩 也不是太成熟 就刚好还是一个中间的年纪 谢谢谢谢 我真的也是 而且你咬字还蛮清楚的 真的吗 真的你咬字是清楚的 谢谢谢谢 老师教的有听进去 有 这张专辑 迷你专辑 一开始好像 甚至是准备更少的歌 对不对 原本只有三首 然后没有想要出专辑 了解 但我野心有点大 就是我就想说 试不同的风格 对 然后想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夏子薇 另外就是我想要 拼拼看金曲匠 三首不能抱 因为要专辑啊 了解 所以就出一个迷你专辑 刚好六首 就可以出专辑 嗯 六首歌是同样制作人 还是不同的 不同的 不同的制作人 其实 我这六首歌的 来头都是不小的 说说看 因为Frozen Cream这首歌 其实是一个 韩国人做的 然后 他真的是 非常的厉害 然后另外一首 Swaggy 算是 偏新加坡马来西亚 两个人制作人一起做的 而且其实那时候 你那怎么找到这些人啊 我其实是请跳蛋公司帮我收歌 了解 然后先跟他们讲说我要的曲风 然后他们 他们再去找 谁适合 然后觉得 这些音乐不错 他们就会丢过来 然后我就筛选 筛筛筛筛筛筛 然后筛到Swaggy这首歌 我就觉得我就是要他 但是因为这首歌太热门了 然后大家 那时候前面就很多人在排队 然后我就说 你说想要这首歌 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很怕我选不到 然后他们就说 那还是要等人家 决定 对 因为虽然说他们hold著 但你还是 算是他们的一个礼仪 对 然后我就说好 然后终于就被我拿到了 是 然后像 我自己也爱这首歌就是 我自己有参与创作 就是有练习怎么做词曲的部分 我想要突破自己 做写词这个部分 因为我觉得以前 大家给我订阅还是偏rap 然后我唱完这个专辑下来 其实制作人对我的肯定还是 他们很喜欢我的rap 他们其实是觉得很有特色的 而且是有一种态度 但又不会太暴力 就是那种高人感的那种感觉 所以他们就说 那我们还是走一个 比较偏rap的歌 我说OK 那我想要带一点抒情 然后他就说好 然后我们在沟通的情况下 我就说那我想要自己创作吗 然后他们就说OK 那他们就也找一个 很专业的作词的人 跟我一起练习写写看 因为我自己 那时候他们就说 你确定吗 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咯 他怕你拖太久 反正那时候我就说 我觉得 当一个饶舌歌手 就是要自己写词 是啊 然后他们就说 嗯 好啦好啦 那我们赶快赶进度 嗯 那我就刚才写出来这首歌 那我们要听一下这首歌的rap吗 你还记得吗 好 可以 好 我突然觉得你的眼神 突然变得很自信耶 真的吗 真的吗 突然刚才有点沙 就直接这样 对 突然有点沙的跑出来 这表演感 带入感 对 你说的都对 以前的我总是这么认为 等到你开心 我才放心 有色眼镜去先定 意义不时标题 我没关系 我还是觉得你太害羞了 好 那再一次嘛 不不不 太害羞吗 对 就是 嗯 其实你撒起来 我觉得会蛮好看的 对 我觉得觉得 这算是我的一个特色吧 就是 有一个反差感 哦 嗯 那你真实的个性跟大家讲一讲 因为第一次来我们节目嘛 让更多人认识你 你觉得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孩 我觉得我算是一个 有话直说的人耶 算直率的 如果是身边的朋友 然后发生一些事情的话 我会 愿意去帮助 但如果是 工作上面的事情的话 我会很直接的跟你说 我觉得 要怎么样做 对 然后我也没有 哦 因为可能是认识的关系 或者是怎么样 而去 让你继续犯我的错 我觉得还蛮 严格 可能金牛座吧 金牛座就会比较固执一点 是是是 嗯 可是通常证明你的要求是 你是 偏向对的呢 还是 但他们好像都蛮顺着我的耶 因为 专辑的时候 其实我参与超级多 我基本上 他们跟导演开会 我说那我也要 你都要去 对 然后他们就说哦好啊 脏那么样子 然后才会到真的衣服实体出来 就什么我都要看 然后他们就 有一天他们就说 欸我觉得你参与太多了 可以不要这样吗 我就说没办法 我就是担心 穿着PRODA的恶魔 对 不是我吗 所以我就是这样子 嗯 我会蛮严格对于工作上面 是 那私生活里呢 如果不是谈那么多工作的时候 就会 你会比较放松吗 会啊 就大家一起玩 我很喜欢朋友来家里 吃饭啊 然后我会点超级多的菜 吃饭 所以也是叫外卖的 叫外卖 但我们也会自己煮 我很喜欢吃火锅 所以我可能就会点一些菜 然后我们自己就用一些 汤包 然后酸一点菜 嗯 所以 只要不跟下子会谈工作 你都比较好相处 没错 还有吃东西的时候 我很开心 我超级爱吃 因为我以前高中的时候 餐饮科 对 我还东坡肉 所以你会中餐就对了 我有考到证照啊 我有中餐 烘培 西餐证照太贵了 所以那时候没有考 就是 那都要 收的钱是不一样的 很贵 西餐的证照的费用 是中餐的三倍 两三倍 歧视 嗯 就是 歧视 歧视 对啊 为什么 我突然觉得有点不太懂 好 不过没关系 我也不知道欸 那你考来 你真的可以去 真要做的时候可以做就对了 就是 但你应该不会再做这个工作了 应该不会 嗯 就自己在家里做好玩啦 对 或者你可以开个音乐 刀工也会变好 音乐厨房 好 可以 你之后的节目 做一下 对 我还有的吃 现在网红有流行各种做东西的啊 对啊 你是不是可以做菜啊 哦 但我很喜欢做甜点 我就是很喜欢做很多甜点 然后分享给身边的人吃 就我自己不吃我没关系 但我很喜欢分享 所以这一张你会想 大家认识什么样的沙滋味 的音乐 嗯 嗯 我希望可以就是让大家看到 不一样的唱跳的新样貌 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新人都很努力 然后其实在这一条路上面都很辛苦 但我觉得唱跳我最近没有看到很多 真的吗 对啊 所以你也会让我眼睛一亮 这样子 真的吗 所以我也希望可以 但我会继续在唱跳这一块 有不一样的突破 你会什么特技吗 我会 我说在肢体上 特技喔 因为你知道现在很难混啊 有的时候 肢体上面 手吧 手可以360度转 但我要桌子 我才可以 哦 这是后来发现的还是练的 后来发现的 你发现你竟然可以 对啊 我要来一下嘛 就是 我朝正面了 那我就直接转 哇 就转一圈 你可不可以发现的 不知道耶 就突然 我好像也没有特别怎么样 就突然 只有右手可以吗 左手好像也可以 但我要巧一下 嗯 现在考试 呀 也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天呐 所以你的两只手背是假的 有 像那个娃娃一样 我可以Vogue这样子 像娃娃一样 可以这样拆装组合 可以吧 说不定耶 这是合计 以后那个演唱会 表演这个 你有很多潜力耶 潜力鼓 潜力鼓 是是是 加油加油 我再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东西还没开发 慢慢开发 慢慢开发 这才第一张而已啦 要留以后第二张 第三张都有梗才行 嗯嗯 非常欢迎我们的 单飞之后的新人 夏子葳首张迷你专辑叫做 Z位夏子葳首张迷你专辑 然后现在在数位平台 还有实体的唱片行 都可以支持得到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 支持 多多支持 拜托拜托 好 谢谢子葳 谢谢热龙哥 谢谢 日子彦 ノ